哈囉大家好我是戴舊部團隊的團長康娜 今天呢其實是要來跟大家說明關於前陣子直播的時候有說到會發放100台金塊獎題 但是當天的直播其實情況是相當的糟糕也相當的不順利 原因是因為康娜我的電腦又發生狀況 也因為這個原因康娜我也只能被迫終止我們之後所有的直播活動 所以康娜我也在這邊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但是呢直播歸直播影片歸影片 所以康娜我用電腦拍攝影片依然還是沒有問題的 因此我們的戴舊部日常無二份劇情影集或是解說影片還是會繼續在YouTube上面放鬆的 所以請每個支持我們戴舊部的粉絲們不用擔心 讓我們繼續回歸我們的這種題吧 關於我們的100百金塊獎題呢應該說 他現在已經變成很單純的100百金獎金題了 呵呵 那題目呢就是 大家喜歡我們戴舊部的什麼 為什麼 沒錯 題目就是這樣而已 他媽的小學題目 當然啦 一定會有人問說 欸 康娜 那你要怎麼判別誰講的才是最好的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那就是由大家來判別啦 舉個例子來說 當你發現這位留言的人他說的很好 那就在他的留言處下方給一個讚 當那者留言的戰術高過其他人的戰術 那麼 那者留言的人就是我們的優勝者囉 另外 也一定會有人這麼問 康娜大大 我也是參賽者 我其實覺得我自己的留言也很不錯 我能給自己一個讚嗎 那當然可以啊 只要你的留言不是垃圾廢話謊言 爛屁孩輿路之類的 你要給你自己一個大大的讚那也是OK的 另外另外 為了表示留言的身份 請記得在自己留言的結尾 標上你的warframe ID喔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100白金獎金題的題目 以及活動辦法了 這個活動我們將會從這支影片放送的當天 開始計算 維持7天的時間 那最後還有件事要跟大家說 其實再來的兩週呢 看到我又因為工作前往別的地方 預計要11月26號才會回來 那這個比賽的結果也會在28號公佈 但是 關於劇情影集還有日常呢 請大家不用擔心 依然還是會在YouTube放送的 目前都固定每週至少會有 1至2部影片 由雷娜來上傳管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我們開講影片 11月28號見囉 掰掰